愿你未来所拥有的 都是光明 且幸福的时光 你来了 生日快乐 没什么 我刚刚只善着我故乡的风俗 为你进行生日祈祷 虽然我不是信徒 但只要他真的能守护你 我就愿意去尝试 怎么一直盯着我 果然是因为这个 不用担心 我没有弄丢眼镜 是我故意不戴的 你应该知道 在某些重要的祈祷仪式中 需要焚香沐浴 以示虔诚吧 我不戴眼镜 以自己最本真的状态 来为你祈祷 也是出于相同的目的 行动上确实会有些不方便 突然看不清 也会不太习惯 不过 只要你时刻在我的视线里 就没关系 成立了 监制 就没关系